从抽象主义到新写实主义 带您来欣赏顾崇光教授的绘画世界 求学期间 说到廖继春、李泽帆、林玉山、陈慧坤、李时桥、马白水 及金秦国等名师的指导与勋陶 扎实的学院派训练 让顾崇光汲取东方艺术的养分 成就西方绘画写实造型的功力 美术学院的基础教育 让顾崇教授以西方美才持续从事艺术创作 思维观念却很东方、内敛 当时台湾的艺术发展正值萌芽期 他努力接触西方艺术 也因此比一般艺术工作者更早开拓创作事业 除了水彩、油画、对于水墨、板画、复制表贴等 也多擅长 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画家 对于艺术家风格的形成 顾教授认为 一个艺术的酝酿 必然会经历许多尝试 但随着生活经验 而产生不同风格的转变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如同每个人都有各自偏好的音乐或饮食 从事艺术的创作 除了个人的喜好 同样会受到世界各个潮流与台湾整体艺术发展的影响 从而做出某种程度的调整 从中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表现 然后树立起自我的风格 大街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